好,我們看看卷二甲部,天文那部份 看看一條,哥伯尼的宇宙模型來說,下面最初是誰是正確的 首先,哥伯尼模型來說,他跟之前的湯末模型來說的分別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考慮地球做這個所謂的宇宙中心 而是其他的星要圍著它轉,包括太陽 但是,哥伯尼提出的觀點是怎樣呢?就是由地深雪轉到所謂的日深雪 就是太陽是宇宙中心,它也是宇宙中心 我們知道現在就當然了,太陽不是宇宙中心 但是,起碼那些星體,譬如金星、水星、地球等等是圍繞太陽轉 包括地球等等其他的行星,好嗎? 那麼,所見到的,哥伯尼模型來說 太陽、月球、都以地球公轉這個錯了 這個是之前的觀點,哥伯尼模型最大的特徵就是他把太陽放在刀心 沒有理由還圍著地球公轉,對不對?沒有A 然後跟之前的模型比較,即是地深模型比較的時候 哥伯尼模型來簡單地去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火星日行運動 我們知道,我們的火星來講,短段時間就會有所謂的日行現象 望上天的時候,它本身向著一方向 但是,無端端有一段期間就會反轉走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如果用拓曼麗的模型來說 它就可能需要在我們的軍輪本輪上面 星體就不是這麼簡單地圍繞著地球轉的 還有一個所謂的本輪均輪,簡單來說是 它的星球就會在轉圈 然後這個圓運動的中心也會再圍著地球轉圈 所以變成這個時候,我們會形成一個比較複雜的路徑 這個情況之下,你就可以觀察到所謂的逆行 這是拓曼麗的想法 因為他當時的人都是覺得星球圓形的轉動 重要是圓形的轉動,對不對? 那一陣子將太陽擺著宇中心跟地球換位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就會簡單一件事 解釋這件事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當我們的地球和火星圍繞著太陽轉的時候 地球在第三個軌道,火星在第四個軌道 所以你發覺地球的轉動周期 其實就會短一點 當然地球的速度就會快一點 跑圈用的時間會短一點 所以每次跑圈的時候,你發覺總會追過火星 在追過過程裡面的時候 你本身在這個位置看到火星在這個位置 你追過了的時候,就看到火星在後面 所以你明明在之前的位置看到火星向前跑的 但你追過了的時候,視覺的問題就令你覺得 火星明明在這個位置,為什麼會走到後面呢? 所以看到的現象就是火星會逆行現象 不是真的火星在後面移動的 純粹是新位追過的時候所看到的現象 所以會簡單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要逆行的 這個解釋方式會簡單很多 就不用加了什麼本輪、軍輪等 令它太複雜了 OK? 所以答案就是B 至於那個你見到施雄D來說 正確度問題的時候,其實 兩個模型在當時的觀察來說 其實都吻合當時觀察到那個儀器的正確度 簡單來說其實,因為它可以調整 它不停地加圈進去的時候 就令到那個運動路徑貼合到 它那個 貼合到那個 觀察到的數據 任何一條曲線就是這樣加圈去做 都可以 迫近它 好嗎?OK? 你可以加到無限迫近的 所以這個數學是做到的一個步驟 但是為什麼要加這些是解釋不到的 但是它就沒有理會了 為了符合我們那個 這個觀察到的數據 它就是無限迫近的調整 好嗎? 所以變成了 其實就會複雜 當你的精確度越高 你就要加上越多的能力去修正 這個無限迫近複雜 所以這個不對的 另外,它說不能夠解釋 金星的上位變化 正正因為將太陽擺在中間去想的時候 我們那個金星 是嗎? 我們金星是嗎? 就是我們第二個位置的星庭 是嗎?水星當然是金星 它說太陽轉的時候 在地球觀察它的時候 就會有九指熊和月亮 有一個不同的形規現象 即是有時候滿相 有時候是半相 有時候是上形下形 OK? 這個就是我們加里略 是嗎? 透明了天文無影鏡之後 它第一個去觀察到 看到的結果 也是一個證據證明到 其實戈白來說是對的 太陽真的是 起碼地球或太陽轉 就不是太陽或地球轉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它說它不能夠解釋錯 它可以解釋到 反而透明了無形解釋不到 這是最大的分別 我們利用金星的上位改變 同意判斷究竟哪個無形正確 好 接著第二條 第二條其實沒什麼 就純粹只是計數 它就問回 在火星表面的時候 圖的速度多少 好嗎? 如果你記得公式的話 其實圖的速度 Vescape 是嗎? 公式是開方兩個GM 就是星球的質量 除回R 就是星球的半徑 是不是? 至於公式怎麼來的 其實沒什麼 我們知道在星球表面的時候 當你圖的時候 你會動能KE 然後來說 所謂圖的速度 就是當時的速度 動能 所帶有的動能 是足以令它去到無限遠 因為我知道 去到越高的地方 需要的石靈就要多 你由動能轉出來 所以如果動能不夠 你就會去到有限的高度 是不是? 所以當時的動能 其實轉了就很小了 是不是? 也就是說 你的二分一 MV二次 就會是 這個等於大階 GMM over R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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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 約載的時候 你的V就會開方二 GMM over R 就是我們的公式 是不是? 嚴格上來說 公式這個簡化是一個說法 因為 實際上是變化 DELTA KE 然後是DELTA PE 這樣就應該是兩個有對減的 2分1MV二次 是不是? GMM over R 這樣 你會見到 我們去到無限遠的地方的時候 你就適合了足夠能量 這個V是大於等於0就可以了 那我用最小的0下去 去到無限遠適合了0 到達 就是說 這個位置就是無限遠 位置除無限大 從無限大 就會0 是不是? 所以這個R就是指定 你當時的位置 也就是星球表面的位置 是不是? 這個R 好嗎? 好嗎? 那至於R來講 代表無限大事 一脫就0 所以就不捨 所以公式簡化了 理論上的DELTA才對 OK 明白嗎? 不過不要緊 反正 XG公式這個 然後就是填充的 其實純粹就是 填充的 好 這個數字等於開方 2乘6.67 乘10.21 乘1 火星真的給了你 差不多是地球的 9分之二十分之間 是不是? 9分之二十分之間 地球的質量差不多是9至10倍 6.42乘10的23次 地球差不多是5.98乘10的24次 好 然後再說 就除了 火星也是 除了輕一點 再半幾乘小一點 3.39乘10的6次 是嗎? 這球差不多一倍了 6400公里 這就是3,400公里 3,400公里 這個數字就開方 按一下 自己按一下 按完之後 數字應該大概是5,026 這樣 進了三位數字 應該是5,030 這就是3SFO 3SFO 3SFO OK 所以應該是C 接著 第三條 第三條 他就問 在地球拍銀河的時候 會看到銀河 銀河就是這條 這條光帶 這一段 一條寬的帶 天上的星星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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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超密的 一條帶出來 銀河像天上的河 這就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銀河是長條形的帶狀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會不會是一個環狀 不知道我們在這個環裡面 看出來的時候 會看到旁邊的帶 但問題是銀河是不是環狀的嗎 雖然環狀在旁邊看到效果 你看到一個環 OK 看到一個環 但就不是這個 那現在有帶什麼 帶應該是C 我不是說帶是C 大家知道銀河是 有點扁扁的 Disc 是怎樣的 如果你側面看的時候 它是這樣的 中間就抹度高一點 中間就特別多 那旁邊來說 就會大概這樣 然後螺旋臂在上面 如果你在上面看的時候 就看到其實銀河是這樣的 螺旋臂的 就是這 這個環境的插出來 先插出來 OK 然後它是轉動感 那我們的太陽 大概在三位 其中的旋臂的三位置 就是大家的位置 這是上面看 這是側面看 在側面看 在側面看 就看到這個 那這裡 就會在上面看 就看到這個 OK 所以彈來的時候 就會是我們的C 這個也沒有太多的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在 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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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 在這個 看這個方向 那你會看到很多 星在附近 那很多點 但是如果你在看 這些方向 那它相對的星會 會比較少 一點 OK 那所以 當你向著 是吧 向著某一個 方向的 星空望出來的時候 你就看完這些 沒有什麼的點 以及這個星空 好 對不對 好 好 繼續 第四 HR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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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它是光度和光譜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光譜型 OBAG 這個上次的時候 亦都是代表溫度的 因為我知道 O型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超過2萬度 OK 是吧 我們的太陽 它是G型的 叫做G2 是吧 大概表現到6000K左右 再低一點 3-4000度 下3000K 那些 就已經是M型 K型那些 好 橫軸的光譜型 可以當是溫度 是不是 也可以當是顏色 因為 通常是說 溫度高一點的時候 就會偏藍色 青色 所以是青藍色 青是青 青花池是青 不是青草的意思 青花池是這個顏色 青藍色 高溫一點 露火純青 溫度高的時候 火焰顏色也是偏青色 然後 就是說 我們去到 譬如 我們那個 右邊 我們的太陽 或者其他 K型M 那些 就偏紅 紅黃 OK 好 看看問題 下面那個 第一個 橫色X是藍色 X是在這邊 偏近去左邊 這個 是不是 青色的 是不是 高的 而來橫色Y比溫度高 你看到的 這裏來說 Y 是靠近左邊 剛才說過 歐陽這些 溫度比較高一點 相對地 一兩萬度 右邊的 溫度 就會相對低一點 顏色也偏紅一點 黃一點 所以 Y的溫度比太陽高 太陽在哪裏 太陽在這裏 所以 G2在這裏 所以它溫度大概6000 然後 你現在的 Y在這個位置 它溫度起碼也過慢 所以正確是Y能夠高一點 正確 第三個是否正確呢 你看到一定不對 為什麼 你看一二選了之後 哪裏有三個呢 不可以二三個 哦 第三個是錯呢 其實我們知道 這裏呢 那裏呢 光度其實也會跟我們那個 半徑有關係的 這個來講呢 光對光 通常半徑是大的 因為呢 你看到呢 那裏呢 是 4π R OK Sigma T4 所以 才發現 那個 光度呢 對嗎 就是和ены 역光的 將到底的 它的 而 現在來講呢 它在這裏 這裏 上面 els看得更大 就是紅巨星 harbor king 顏色偏紅 溫度低一點 但是非常大的 那麼G4 y那邊是白矮星 外圈,是嗎? 這樣就好了 好,接著 就這樣,是嗎? 下面四個來說,距離是哪個最遠的 其實你將它全部變成米的級數 公里一千,十個三次 十個九次,十幾公里 十幾公里來講,就是十九加三 就是十二次這麼多米 以下的全部米做單位 這個天文單位有多少呢? 這個天文單位可以查一個表的 我們會,是嗎?公示表上有數據 市卷的最尾那裡,是嗎? 就是一盞的數據可以用 到時就查,不用特別記的 可以看到嗎? 這裡有一些 是關於那些距離的 資料 包括這個天文單位 光年,秒差距等等 是不是? 是嗎? 所以我再看 這裡可以查個表 是嗎? 這天文單位是多少呢? 應該是1.5乘11次的 是嗎? 那是10的6次 成分這個是10的1次 所以這個是10的... 16次 這樣米 前面的數字也小過10的 是嗎? 例如說1.5乘10次 那C那個呢 就是光年了 我再看看 一光年有多少呢? 一光年來說呢 大概會有3乘10的16次 這樣米 所以說 就是3次乘16次 就是10的9次 所以說 最後一個的時候呢 這個就是 光年來說 是 10的16次 那麼多米 不是 10的15次 對不起 然後乘13次 就是10的18次 這個可以嗎? 一光年 有9.46乘10的13次 那所以1000個光年 就會是 9.46乘10的18次 那就是吸收的話 所以秒差距 對啦 秒差距來說 其實它對 大概是3點幾光年 跟光年差不多 是嗎? 那如果光年15次 它是壽司 多3倍左右 OK 那當然是其他的 左向多10倍 好 那最後秒差距來說 是否10的16次 OK 所以這個比較一下 就是10的18次 這個最多 應該是10的 應該是10的 好嗎? 那你只可以按一下 數字轉換一下 那看次方可以了 不可以真的按實數出來 好 下面是誰能夠表示光度和面積之間的關係 根據我們那個Stanford Law 我們那個光是4π R2次 Sigma 4次 好嗎? 好 可以看到的 這個L來說 就會跟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其實是A 對吧? 因為它的來源 基本上是 就是POWER 就是這個 Sigma A T 4次 可以查到 所以你發覺 其實它就會跟A 正比 B 出條線 應該是B 了 好 好 接下來 看過 然後 看過 XY相同質量的 沿著圓圓和坡圓軌軌道 你會看到嗎? X和Y 即是P那裡 相交兩個角度 P點最上哪個不正確 第一個來講 重力勢能的X比Y高 X和Y在P點位置 大家離開地球是一樣的 有什麼理由重力勢能 會高一點 當然是一樣的 同位置有關係是一樣的 A其實已經是錯 錯就只有A B,C,D應該是對的 包括A會快一點 速度 因為 P點是我們Y軌道的軟日點 所以 離開最遠的地方 所以速度應該是最慢的 最後1.8那裏 第8條 可以看到我們觀察 我們 周圍的一些星的時候 其實發覺其實 我們觀察都有數據 就是實實 當它離開很遠的時候 旋律度竟然沒有下降 這個跟我們預測的虛線 隨著它增加會下降 有些不同 怎麼解釋這件事 為什麼它會掉下來呢 其實很多時候說 就是 我們理論上 其實我們會是 所謂的 宇宙在膨脹中 宇宙在寶寶學說 我們附近的物質 都會離開我們 所以 但是我們也會有 有些質量 譬如我們可見的太陽 就會吸引著 請回宇宙 好嗎 我們有說法 我們也有物質的東西 這個物質 什麼物質呢 就是會產生重力效果 但是又不會發光的 我們現在看到明顯的重力效果 就是太陽 會有些的 是嗎 輕的等待燃燒 就產生能力 OK 所以這個來說 這個差距 就可能是 我們有些東西的物質 暫時還未發現到 好嗎 所以是對的 好 一對來說 就B-C插了 然後二同沙來 看到的 宇宙正在平址向死亡下 就犯張 好嗎 這個我們是暴障 就不是平均向死亡 就是暴障 是嗎 加 好嗎 所以這個時候 就二不是太對 那 我們全球中心有大量超 大質量黑洞 是嗎 這個都 所以大量A 對 我們是 我們是 對 OK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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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貓 好